神是为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一个最奇妙的计划 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我又会离婚 有人跟我说 如果神有计划 为什么我会离婚 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问题 是因为他没有进入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为我们预备了 不过人有没有听话的意思 我们现在讲一讲 神原先有的计划 我们一起读读诗篇139篇第16节 我未承认你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策尚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又数点比海沙更多 这要讲到我未承认的体质 即是在妈妈的肚中 都未曾有形状之前 神的眼已经看见了 即是神已经认得我了 你所定的日子 这个定字在原文日沙 就是好像遥障塑造那样 即是神所塑造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已经写在你的策尚 即是已经一早写在神的策尚 我的日子是怎样的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神写什么呢 就是写很多宝贵的意念 不是 神要怎样祝福 神不会写 祂又会离婚 祂又会被失败 祂又会犯很多罪 即是神不是计划人做这些事的 是人犯了罪而做这些事的 神就会写很多宝贵的意念 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第一个太太已经识勞归主 她妈妈也是一早识勞归主 她妈妈对我很好 她周时是怎样 对不起 她有时 她有时 她看到我 她就立刻塞钱给我 快点收起来 快点收起来 她不想她的子女看到 她很多时候都会想一些事情 去祝福我 她也很受欢迎的 那些邮差 她移民了去外国 那些邮差 送信给她 她一定会贴使她 又不是很多 不过那些邮差以后见到她的信 一定会送上门 因为总有贴使 那我就会用这个作为一个比喻 她真的对人有很多好的心意 她总是想祝福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 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你的阿婆阿嬷阿爺 总是想找些方法祝福你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祂说 你的意念何等宝贵 香港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很多 我要数点比海沙更多 我希望大家学习 学习经 留意经文说什么 有很多人就这样看到 神写了赐上就没有留心 写了什么呢 其实中文圣经是这样的 分了段的 十七节分了段 其实是不应该分断的 是应该继续下降的 就是祂为我们写了赐上 写了什么呢 就是很多宝贵的意团 其数何等众多 如果数点比海边的沙更多 那我们就会说 为什么会多到海沙那么多呢 那我们就想一想一天之间 神有时感动我们做一些事 越听话的人就越发觉神跟你说话 就会感动你做什么 或者感动你如何服侍主 如何祝福人 神有很多意念 神可以说 一直不断在我们的心中放一些意念 一些计划 大家有没有试过有些情况 明明好像神特别安排 我们去见到一个人去帮祂 我自己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有人亦都这样说 他说他有很多问题 他就问耶稣 耶稣啊 我怎样可以得到帮助呢 跟着他就上网看youtube 一看就看到我的影片 跟着他就找我了 那这些都是神特别 令到这个人去找到我得到帮助 那就是神就会发这些意念给人 就是他在我们一生 他会给予很多很多这样的意念 一些很宝贵的意念 这个是神很美好的一面 就是我们未成人体质 神已经预备了 就好像一个遥障 塑造我们的生命 是塑造得很漂亮的 可以 可以 那个电脑在哪里 你不如让我控制 你那个 在哪里 在哪里 好 神的完美计划 不代表没有困难 我们先读过这个经文 不如看英文 for it has been granted 就是g5483 就是施恩 就是神赐给我们 神的计划 不代表没有困难 其实我先说到封性神学和神祝福的分别 其中的分别就是 封性神学只是说到如何得到回报 并且有一个目的 我要得到回报 所以我奉献 他很多时候都说 你欠债 那你就奉献很大笔数目 神就会给你 神都会给的 不过神不喜欢人有这个心态 奉献 我就希望得到多少钱回来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他会说 你 有些聚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些人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讲一些故事 有个人 他欠很多钱 很多需要 接着他就奉献一千元美金 一千元美金 接着神就大大祝福他 好了 今天有几个人 你愿意奉献一千元美金出来 就是会有这样的方法 就好像你奉献了 神是会祝福的 不过当他有这个心态 会不会难了神的祝福呢 他好像用这个方法 就令到那些人想 就是说 我越想得到这件事 所以我就要奉献一千元美金 这就是封性神学有时的方法 就是说 有时追求了世上的封城 我们来说 应该是追求神的计划 神的恩典 走神的路 神是会供应我的需要 我不是追求那些祝福 但是神是会祝福的 这里就讲到神会给我们 神会为我们预备 一方面就能够信到耶稣 另一方面就为祂受苦 下一张 其实你那个 在这里 在这里 是吧 OK 你给了我可以吗 可以 可以 OK 好 提示给我 就简单一点 OK 谢谢 这个经文就是说到 如何能够得到进入神的计划 文书十二章一节 一起读 将身体现常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者的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 何为神的善良 尋存可喜悦的旨意 那么这里讲到 这个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得到 察验到神的善良 一个很良善的 尋存是完美的 可喜悦 神和人都喜欢的旨意 那怎么进入这个旨意呢 就是将身体现常 当作活祭给神使用 这样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分别为圣洁 也是结淨的 是神所喜悦的 也都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神兵那么多恩典 我们应该是这样做的 接着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跟从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就叫我们能够察验 神的善良、尋存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第一步 察验、分辨 但是进入 就是我们 察验之后 我们就真是顺从了 跟从神的方法 就能够进入神的完美计划 原美计划 就是不会错 没有失败 有些人说 那人生总会有失败 就是这样 在我们人生里面 如果我们寻找到神的完美计划 就是每一步寻找到神的完美计划 是没有失败的意思 就是说 失败可以是有益处的 失败可以如何 例如失败了 今次学到下次 小心 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 是完美 没有失败的意思 就是说 不会浪费了 不会是没用的 可能会有失败 不过 总之 这条路是帮我们 越来越提升的 整个生命会提升的 就是这个 神传 而当一个人 走到神的最完美计划的时候 他实际上 生命会进入一个 高度的计划 一个很奇妙的计划 很完美的计划 能够领受更高度的教导 更高度的策略 更高度的方法预备 以及供应 让他能够走到神的路 我都希望大家 是会有这个 尋求神的心意 就是神的完美计划 对于神的计划 有些人的心态 未必是很正面的 我用一个例子 我实际看到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 这个人是很爱主的 有另一个人 就是病了 差不多要死了 那些人就 为他祈祷之类 那这个 是很毁身的基督徒 他真的是很毁身的 那他就 他就说 可能都是不行的了 都是要神的旨意成全 有个意思 就是说 不行的了 死就是神的旨意 我相信他不是 完全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有些人是这样的 譬如说 祈祷 好了就好了 不好了 可能都是神的旨意 要离开世界 对于神的旨意 好像是一个 无可奈何 最后的resort 最后的方法 但我自己就会觉得 神的计划是最完美 祂在历史上的计划 最完美 在人生面中的计划 最完美 祂预备救恩 是最完美 祂预备天堂 是最完美 一切都是最完美的 所以入到神的计划 一定是最好的 是好到 超乎我们想像的 是我们想都想不到 那么好的 当你有这个信念的时候 我走到神的路 就是最好的 神一定会是我们 预备最适合 最好的东西 只要我听话 亲近神 尋求神的心意 我一生人就不需要担心 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心意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这样的分享 我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教导 大家留意到 就是这个恩典推动 因典推动激励我们去 侍奉神 走神的路 那么这个教导 在哪里来的呢 在路德会 我在美国的路德会 神行院所学到的 是非常好的一个教导 分辨律法与福音 不过他们主要就是说 分辨救恩和律法 救恩和律法 但是我就将它 扩阔为恩典 神各样的恩典 当我看回我的人生 我想说回 为何我会去到路德会神行院 为何我会去到美国 我不是特意去美国 其实我特意回来的 我可以留在美国 但我没有留在美国 我回来 为何我会想回来呢 和过程发生什么事呢 我分享一个比较奇妙的事 我想回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妙 那我就 其实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第一个太太已经识路归主 她的姐姐就在美国 就是一个路德会的里面侍奉的 然后她的 当我去了 就是他们帮我去到美国 可以读神 读圣经大学 然后那个穆斯丘奴 跟我说服我 解读我路德会的神学多好 然后跟着我 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她找了一个 本来是宣祿会 后来进入路德会的牧师 跟我解释 她为何会去路德会那里 最后我自己查圣经 最后确认路德会的信仰很好 入到神来才发现 这个恩典如福音 这个律法如福音的教导 但是我说回来 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 我同时是有接触另一个 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姐妹 在当时来说 我是很印象她的 事实上我是认识她先过我第一个太太的 那按照人来说 其实当时我来说 我不是跟女性那么陌生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 那学校呢 我们黄仁书院 就会跟我们安排那些 annual ball 就是每年的跳舞会 那我们就可以 拿个女校的电话 我接触女生的电话 就打我给她 就是我接触女生 都不是陌生的 但是当时这个女生呢 她接触我的时候 我很明显看到她 对我有好感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学校有英学会 她坐在那儿 我刚刚在旁边的空位 我就坐在旁边 但是我是完全 一句话都没有想到怎么说 又不懂得怎么说 最后就是拜拜 就走了 我回想起来 我觉得是神 塞住了我的口 如果我跟这个姐妹 譬如跟她好 跟她结婚 我是不会去路德会的神学院 神为了 要我去到这个路德会神学院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用我第一个太太 而呢 当时来说 其实我们的关系 是有若干的困难 但是我总是坚持 总是 我问神很多次 我说神啊 神啊 神啊你带领我 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意 你带领我吧 在人体上好像不是神的心意 但是呢 结果我看到是神的心意 那我想说的就是 神真的会推动我们去做一些 可能正常来说 是不会这样做的事 但是神是最后为我预备 我看回来 我说神啊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超越很多礼物 因为呢 这个教导令到我好轻松 即是我活在神的爱中 很轻散 神的爱激励我去激励人 亦都可以更新很多人 很多人都告诉我 当我学完这个教导 他说轻松很多 他知道土神起悦是不难的 他知道他做每一件事 合神的心 总之他向神的方向都是喜悦 神都喜欢的 那么那个动力会很强 那我就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 神会这样去安排 我是很感激神 就是看到神在这些 细微的事上 去做一些这么奇妙的事 ok 好 那么 这里 ok 好 那神就给我一个这样的意念 就是 因为说到将生在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生意更新和健化 就能够测验神的善良 神的善良 神传喜悦的旨意 相反 如果那个人没有将生在献上 没有 他效法这个世界 没有心意更新和健化 那又怎样呢 犯罪 本来神有一个计划一 他犯罪去了计划二 不是最好的 他又不爱主 计划三 不信从 又计划四 他一路不听话 一路不听话 就越落越低 如果 Three 但是当他听话 他听神的话 他会回回緩 不过 是bull Have had to go 许划一 未必 因為有时被 It's a mistake 有时失了机会 未必会回回緩 还有年龄大了 已回不了 当然年龄大 也还是 一样 可以以最后多少年 十年 二十年 也可以为神做很多伟大的事情 不过 要 forgiveness 如果 Christ 再次信主 已如此爱主 他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 但他生命都可以更大的提升 譬如我自己的生命 我發覺,雖然我出身這麼貧窮 但是神為我預備很多機會學習 和學習不同的東西 如果我到了很大的年紀 我才決意跟從神 我很多東西是失去了 但是我這個過程 很多機會的學習 我都去爭取 去提升 還有我立刻有心 傳呼音一信耶穌 向很多人傳呼 這也是神提升我各方面 一直提升我的生命 我生命有沒有曾經有破效 是有的 我自己是很後悔 我求主赦免 還有我經歷了四年後 神幫我不要再犯任何一樣的錯處 任何的地方 是不是我沒有罪呢? 不是 都會有罪的意念 幫我立刻截它 盡快截它 這是重點 這樣的時候 我們也不只是不犯罪 而是主動親近神 主動走在神的路 我們就越能夠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所以 為甚麼很多人說 如果神的計劃這麼好 為甚麼我會離婚 為甚麼我會有這麼多問題呢? 是因為他自己犯錯 他沒有這個心 我真的將自己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神就會提升我的計劃 進入這個最完美計劃 我希望大家 仍然可以進入這個最完美計劃 走在神的路上 那你就會蒙福了 我們一起讀《阿爾賽書》五十五章九節 天怎样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 雨雪從天而降 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實 使殺種的有種 使要吃的有量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 卻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欺悅的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這裏說給我們聽 神很奇妙很偉大 天怎样高過地 照樣我的路高過你們的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 有多大的距離 而神所發出的話語 也當然包括祂的意念 就好像雨雪從天降下 不會途延返回 祂會滋潤地土 能夠殺種的有種 要吃的有量 我口所出的話也如此 一定不會途延返回 要成就我所欺悅的 在我發他事上必然亨通 這裏說出神很多很美善的 祂的屬性 祂是至高的 祂的意念是至高 祂的能力是至高 祂為我們預備的是至高 當人真的聽祂的話 接受祂的話的時候 祂的話語 是會發出成就祂偉大的事 祂會做偉大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歡神 和祂的話語 因為祂的話語 就是有祂完美的計劃 能夠成就偉大的事 這些神的話語發出 是不會途延返回的 就是說神是一定成功 祂做每一樣一定成功 有些人說 那些人不信耶穌就不成功了 那些人不成功 是他們失去了神的恩典 但是不是神不成功 而是他們失去了神的恩典 但是神是成功地更新 很多人的生命 有很多人 因為他們的罪 他們的光硬 所以他們不得救 不是說 神的成功不是說 全世界人全部都變成了信耶穌 因為的確人是光硬 所以他不能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看到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說 神我真的喜歡祢的路 因為祢的路是最好的 我走到祢的路 一定是最好的 尤其當你年輕的時候 在你選擇 尤其是配偶是很重要的 沒有一個人 像你的配偶那麼影響你 如果你事實上在婚姻上 同一個負面的人結婚 你的生命是很難好的 不要想著 我很正面的提升他 我們當時教會有一個人 他很聰明 他自己在網上學 希臘文、希伯萊文 他很有心讀神學 他準備讀神學 然後在教會裏面有一個精神問題的人 他就感動 他要娶他為妻 他要醫治他 但結果後來 他的讀神學夢是沒有了的 因為當一個人很負面的時候 就算你對他很正面 他就會說 你對我這麼好 你有什麼企圖 或者經常都會無緣無故 他就發脾氣 有情緒 這樣的時候 是真的很難很難處理的 所以 就是說一個人 他本身 未處理好生命而結婚的時候 他會帶給自己災禍 帶給對方災禍 所以大家就說 我寧願不結婚 走在神的路開開心心 但如果神為我預備的 我就珍惜了 神為我預備 我就珍惜了 我又很珍惜 神給我的第一個太太 帶給我的祝福 也都很珍惜神 帶給我的第二個太太的祝福 我是更加從第一個婚姻學習到 真的不要有任何破口 是真的去聆聽她 回應她 就算 譬如很多時候我教導 神給我很多智慧 但我太太有時會指出 這件事 你沒有什麼智慧 這件事你做錯 我又很謙卑地接受 謙卑地學習 神又更加提升我 我希望大家都 這個真是不容易的 我都發覺 在我認識的人中 很少像我太太那麼有智慧 這是禮物來的 但是神為你預備總是最好的 最好的意思不是一定說 這個人什麼都好 而是他最適合你的 我希望大家說 神給我的一定是最高最高的計劃 只要我走完神的路 今天不是太遲 今天開始 你的生命是會祝福的 創世紀五十章二十節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得 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成就 今日的光景 這個《塞》的故事是一個 非常之對我們說到 被人陷害的一個啟發 他被他的歌陷害 出賣去了埃及 看起來是絕望和神沒有幫助他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好像神沒有幫助 好像很慘 但是很奇妙 結果後來是很大的祝福 這個經文就說 從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 和成就今天的光景 神會使用不好的東西 來變成好的東西 神不會令你離婚 所以你後來會更加好 當然有事的都可以 但是那個離婚不是神安排 即是犯罪不是神安排 是那個人犯了罪 不過神都可以使用這個離婚的經歷 叫他醒悟 即是可以這樣 但是離婚不是神帶來的 而這個情況是別人加害於他的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一下若生 去到埃及 是不懂埃及話的 他是做慣少爺的 去到只是做人工人 但是其實很自然 他是會埋怨的 有沒有搞錯 神為何你又說祝福我 為何給我的歌出賣 現在來到做奴隸 他可以有這樣的心態 如果他有這樣的心態 神不會祝福他的 聖經說到 耶穌說與他同在 他就百事順利 即是說他真的有一種 對神的單純心 他就被出賣之後 他就親近神 與神同在 神的生命在他生命中彰顯 他就百事順利 他就能夠得到主人的歡喜 和後來一路得到不同的人的歡喜 這個都是神在他生命中的計劃 即是說 我們應用我們自己的生命 就算有人要害你 我們聽神的話 始終祂無法害你 你只要聽神的話 不給祂影響 我有時都會被一些人攻擊 譬如我講到這個災難後備題 我是用聖經去支持 不過有些人聽到我說 他特意去找我的教導 然後他就特意公開地 在群組裡攻擊 是用了一些非常刻薄的說話 我嘗試去處理 當時群組都有幾個人去回應他 但是他全部都發脾氣發怒 當時我心裡都有點擔心 我說會不會影響我的名聲 但是我發覺真是處理也無法處理 那我就放手了 我放手了 我說神 你搞定了 我搞不定這個人 你只要搞定 那麼 神後來就給我 偶然間認識到祂太太 我就傳個訊息給祂太太 我說發生這件事 我只是一個提醒 我希望祂不是這樣繼續這樣做 然後他就停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神的方法 不過在過程中 我曾經都在想 會不會影響人對我的看法 其實我對於人 為何看我不是那麼緊的 但是我最重要是這樣的 沒有人覺得葉牧師是錯的 支持不要跟葉牧師 而是我真的每一個教導 我都是用聖經去查考 但是我就深信 神一定有祂的奇妙計劃 這個經歷也叫我小心 也叫我不用那麼介意別人所說的說話 這裡看到什麼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就是祂掌管一切 就算有多少人害我們 那些人不能動我們 祂會在那些人害我們中間 祂會做偉大的事 能夠成就祂的計劃 只要我們親近祂、遵從祂 我們的生命是不會因為人而破壞的 其實我們任何經文都可以看到這些 這個經文沒有直接說那麼多東西出來 但是我們想一下 神怎麼會幫到祂呢 就是神能夠使用這些事情發生 以致成就神的計劃 所以神是最後掌權的一個 歷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節 這個經文很好 叫我一起讀 尊大、能力、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手 豐富、尊榮都從你以來 你也自理萬事 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這個經文是非常好的 它就說 尊大 你是尊大的神 偉大的神 你充滿能力 充滿榮耀 強盛這個其實是勝利 勝利、威嚴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的都是你 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的所有東西都是你的 國度也都是你的 而且你是至高的 是萬有之手 萬有都是伏在你的腳下 就算啟示錄說到敵基督 說到獸 都是有權並給他 因為聖經說 沒有權並不是出於神 即是敵基督都是神容許他有時間 有些人就說為何要這樣呢 因為他能夠使用敵基督去分辨那些基督徒 即是基督徒在敵基督面前能不能夠站穩 以及單單依靠神 不是依靠自己的財富呢 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 神給人 譬如那些王 能夠有他們的角度 有他們的時間 都是神給他 但這些王大部分都是不聽神話的 就算以色列的王很多都不聽神話 但是神就能夠在這些一切 人們聽他的話之中 營救成就他的計劃 有時候我們都很難明白 譬如看到伊斯蘭影響世界的基督徒 我們就會說 好像那些基督徒很慘 但是到了審判我們會知道 神如何跟那些基督徒說話 如果大家有看過 網上有看過 有很多他們的教徒 他們尋求神的時候 居然看到耶穌 在網上有很多的見證 看到耶穌 他們跟著信了耶穌 我去過當地看到的牧師 他們都說很多人跟他說 看到耶穌 在異像看到耶穌 就是神能夠做偉大的事 豐富、尊榮都是從你而來的 是神將這些給人 你亦都治理萬物 所有都是你管理的 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這個很重要 他有很大的能力 令到人尊大強盛都是出於你 即是誰人成為尊大和強盛都是出於神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任何人能夠成功 能夠你的生命發揮都是出於神 所以神的計劃是最好的 沒有一樣東西好過神的計劃 我們就一定聽完神的計劃 對於婚姻神是否有一個指定的人 有些不同的人看法 有很多教徒認為不是的 他認為這些是你個人選擇 但是從詩篇139篇16、17節 我們自己才讀過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滅到的日子 你已經寫了你的賊償 神是你的意念 何等寶貴奇數 何等眾多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滅到的日子 你所定的不同的日子 我未過的日子 已經寫了你的賊償 即是說 我們這個婚姻的配偶 也是神寫了在賊償 但是有些人不聽神話 他自己急促 因為人是可以脫離神的計劃 人可以犯罪離開 優大不是神要他去出賣耶穌 是他自己出賣耶穌 他如果聽話 其實耶穌最後也有警告他 他說這個人不生在世上賭好 他如果聽到他悔改 那時他馬上誤做 他是可以不做的 神是不給他機會的 但是他依然去做 所以這個經文給我們的信心就是 神的計劃是最好的 我們聽完神的計劃 是最好的最好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計劃的 做事有計劃 但是那些計劃周時會失敗 還有有時會想錯 神是有最好的計劃 所以最好的就是尋求神的心意 那怎樣尋求呢 就是首先聽完神的話 神是親近神 神會給我們意念 神會帶領我們 有時你選擇一件事 和另一件事的時候 有時會有掙扎 那你就是神 你掌權 你帶領我 我未曾收到你的訊息之前 你求你帶領我 讓我清楚知道你的訊息 我講回我第二個太太 我當我發覺有可能 我跟她在一起 我有十一個月就尋求神的心意 我就跟神說 我單獨祈禱 和和祂祈禱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說 我說神 如果是你的心意 求你成就 如果不是你的心意 求你大力的難助 我是說大力的難助 你一定要難助 如果不是你的心意 一定要難助 雖然以人來看 他真的很多人的質素 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就說 神啊你大力的難助 神用不同的方法 很奇妙的 譬如 那時候我想帶他去宣教 他告訴我 他這麼多年工作 他每一年的暑假 未到之前 在年初已經計劃 那個暑假去哪裡旅行 而他只能夠 通常是去一次的 因為他是教師來的 教師雖然有個暑假 但是他們的暑假 初期有工作 後期也有工作 是中期的時候 他拿時間去旅行 但是他那一年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曾經跟他朋友說 去旅行 但結果又沒有做到 到我問他的時候 我說 我想其中一個方法 尋覺神的心意 就是帶你去宣教 你去看一下宣教的情況 他告訴我 我今年沒有安排 可以跟你去 這也是神的安排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方面 去尋找神的心意 以及兩個人的相處 兩個人的相處 去尋找是否神的心意 我覺得神真是好的 神安排的 亦都給大家是最好的計劃 而我們要明白 人是沒有辦法把握到的 這個經文我一起讀 哎 你們又話說 今天明天 我要往某城裡去 在那裡住一年 做買賣得利 其實明天如何 你們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 出現小事 就不見了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 出現小事 就不見了 這也是一個指出我們的缺欠的地方 那如果這個經文 你想來講訊息 那怎麼可以有恩典呢 那你就將這個相反 相反 人是掌握不到 但是神是掌握到 剛剛我們這個《列宏記》上二十九章那裡 是掌握到一切在神的掌握之中 神有奇妙計劃 所以人是掌握不到 掌握不到的時候 你聽自己的方向 自己尋求自己的方向 結果是失敗和困難 但是你聽神的話的時候 你就尋找到神的心意 因為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祂掌管一切 一切在祂手中 凡是聽祂的話的人 祂一定會把最好的恩典給祂 祂一定會祝福祂的生命 這樣的時候就會 有些經文是沒有直接的恩典的 我們可以找出的相反 在聖經裡面找出的答案 我想問這裡有幾個人呢 你覺得你的生命 只是看到神的安排 神的帶領祝福 看到神的計劃 知道有幾個人有這個 就是說你經歷過神 在你的生命中帶領你 經歷過的 那就是主 我希望大家更加去尋找神的心意 以及所算神的心意 譬如我自己得救 我也是覺得很奇妙的 即是很奇妙 是那個時間性上 真是神的安排 我很短的 將那個見證簡短的說出來 我在小時候 其實去過基督教學校 小學讀過一年 完全是因為那學校的緣故 但是那時候 那個學校又沒有教清楚 我們信耶穌 我真的不太記得 他說信耶穌去天堂 不是有地獄 那些沒有說 我沒有聽記得有這樣的說話 後來也參加過 因為我父母離婚 他們就星期天 我自己媽媽生了三個 其實是四個 不過後來有一個跟了他 後來又回來 就將我們交給教堂 那時候也沒有聽到福音 只是聽到故事 我後來中學的時候 我就在想 信耶穌都是一些心理作用的 就是安慰婦孺之輩 所以就覺得這些不是真的 但後來在我中學的時候 我看了一本科學的書 《科學科學》 在引言中 通常我不看的 那時候看的 他是英文的 他就說到 他說這個世界很有設計 那他用一個問題 這個會不會是神設計 這個世界是否有神設計 那我就很奇怪 我說科學家都會說神 後來我又看到一篇文章 他就說到希臘文 希臘人很有智慧 猶太人就是有神的啟示 我說為什麼他會有神的啟示 就是心有這個疑問 然後呢 後來我們在 中間的暑假的時候 我的同學就找了一間女校 跟我們一起 有幾十人 一起去一個地方 有一個宿營 他們有個女老師一起去的 那一天 這一天 這一天 真是神奇的安排 那一天 那一天 我應該是一早去行山 我同房間有個同學 當我醒的時候已經過了 我問他 為什麼同學不叫我呢 後來我問他 他說我出來的門 鎖了 那些門一關門 就鎖了 鎖了 鎖了我拍極門 你也不醒 那我就走了 因為我平時很醒睡 但是那天他拍極門 也不醒 當我醒的時候 我走出去 剛剛看到那個露台那裡 太陽出來 很漂亮 我當時看過這兩個地方 講到關於神 我說如果有一個神 這個神是創造得很漂亮的 在那時候 就有一個女老師回來 有說回之前 我在初中的時候 就玩籃球 我們站在籃底 等球下來 那個球下來 我就伸手拿球 那我就覺得很新手 又拿回手 一會兒又伸手 那我不如舉高一手 那個球 下一次下來 就不用再伸手 舉定一手等他 有一個同學就笑我 他說 耶穌救我 那時候開始 我全校的同學 認識我 全部都叫我做耶穌 但我不是信耶穌 他們的花名 那這個老師是基督徒 他上來 為何要上來 因為他要去石屋間 這個都是神安排 其他人還沒回 他去石屋間 去完石屋間出來 他就問我 你是否信耶穌 我說不是 他說為何每個人都叫你耶穌 他以為我信得很投入 所以每個人都叫我耶穌 我說不是 是一個花名 由打球來 然後我就問他 我說是否真的有證據 證明有神 因為我的心就是在這方面 就是說 因為那書說到有神 是否真的有神 因為我也想過 神是令到我想過 如果沒有神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神 人死了之後什麼都沒有 我死了之後什麼都沒有 信不信什麼都沒有 不要緊 但如果真的有神 那就很不同 真的有天堂 那就很不同 所以我心裡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神 如果你問很多人 有沒有神 很多人不會回答你的 但這個人會回答我 他很簡單回答我 他就說到牛頓 牛頓 他相信有個神 設計這個世界 他有個朋友不信 他就做了一個儀器 有太陽和九大行星圍著他 那我朋友來問他 他說是誰做的 牛頓就幽默地說 沒有人做的 我起床他就自己變了出來 那那個老師就說 不是 牛頓就說 為什麼你說這個 就是那個人就不相信 就不可能 他說為什麼你說這個 就一定是有人做的 為什麼整個宇宙這麼大 一定是自己變出來呢 那我當時就在想 是啊 為什麼樣東西都會變出來 所以我心裡就很好奇 而後來那些同學帶我去報道會 他說不是報道會 他說是音樂會 那我去那時候 那個人說信息 就說到我們人的 identity 那我心裡就想 如果真的有神 我們願意相信 那他就問我們 誰相信舉手 我就舉手 舉手 然後他就說 誰相信的 站起來 那我就幾大都不肯 他叫了幾次 他說年輕人 我想他就叫我 Young man 因為他是美國來的 Young man Stand up 但我又不管他 但是當他們祈禱 我就覺得一種很強烈的感動 在裡面很強烈的感動 當我一站起來的時候 發覺忽然間好像很光明 很輕盛的感動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然後他們就有那些銜售課程 其實我的同學 應該邀請我 應該繼續跟進 沒有人跟進 但是他們有銜售課程 我就跟著他們一堂堂做功課 而有一次我當時住在彭博地 我有一天 一彭博地就縮了進去 大家知道現在香港島 那裡 那些電車 由東至西 彭博地突然縮了進去 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同學 他說乘巴士進去彭博地 我一天進去彭博地 回去彭博地 我就問他 你去彭博地做嗎 他說我去教會 他又沒有叫我去 我去想 可不可以教會看下什麼來的呢 可不可以看下 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神呢 那我就去了 那去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些人叫我 記得下個禮拜回來 以後我就說出我的問題 那我就用了很長的時間研究 我就發覺這個神是真的 在這個過程我真的發覺很奇妙的 就是那個老師的時間 但那天我不知醒了 他又懂得回答我 還有這個同學 其實他後來沒有回教會 那次之後我沒有見他回 他不知道回去認識女生 他現在完全沒有興趣 對於神 我嘗試跟他說 他也是沒有興趣 但會在那時候 剛剛那個巴士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神的計劃 我最想得到答案就是 是不是有神 因為我是一個理性的人 但我也有感性的人 我的理性就是 我一定要知道 是不是神的 是不是真的 那我都希望大家 都會看到神多好 你想回你 神如何在你生命中做工 我們真是一生神是很多計劃的 這個經文就講到不濫不熱 神要將我們套出去 即是說如果基督徒不聽話 他進不了神計劃 神是不想他在他裡面 因為他根本是不濫不熱 他不是真的跟神有關係 這是一個警告的經文 如果說這個經文 我們怎樣可以有恩典呢 相反 就是基督徒可以很熱心 為什麼會很熱心呢 因為神的生命是很 很有生命力 很有平安、喜樂、能力 當人親近神 信耶穌 我當我一信耶穌 我是覺得很大的動力 我很明顯記得 那時候 教會也沒有講很多 但我記得很清楚 我看聖經、祈禱、讚美神、唱詩歌 很喜樂、很開心 還有我很有動力 跟很多同學周圍的人 甚至我自己的家人 跟他們傳呼聲 他們說你不要再講了 但我內中又再講一次 總之 神給我這種很強烈 在裡面發出的動力 這就是個相反 神就是一個產生生命改變的神 但人不聽話的時候 他可以離開神 但人聽話的時候 他可以進入神的計劃 當我們聽神的話 就可以進入神的計劃 還有這個觀念 是神給我的觀念 在整個世界的歷程 由創世、洪水、阿伯拉罕、大衛王、主降生、主在來 這個2021的意思 不是說 那裡是差一點的 還未到的 即是快 整個過程 神是有一個計劃的 有些基督徒是可以進入這個計劃 有些基督徒 只是在過程中得救 他的果子可以少到接近零 越是在神的計劃 聽神的話 很想將神的恩典傳開 很想更新人的生命 很想榮耀神 這些人就是神珍惜的 神給我的這個觀念 就是說 在基督徒中有很多 他的生命和神是沒有什麼結連 所以他的生命是浪費了很多 但是有些基督徒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會有這種動力去改變 不過問題是他沒有聽話 當他聽話的時候 他聽神的話 他就會越來越進入這個計劃 而且進入高層次的計劃 因為這個計劃是有高層次的 好 現在我們就講到這個 將神的計劃應用在婚姻裏 第一就是聖經說 你門和不信的如不相配 不要同乎一握 二和不宜有什麼相交呢 光門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 我曾經有一次 在旅行的時候 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基督徒 他跟我談過 他說這個經文 他覺得不是說婚姻 是說普通的東西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用釋經的方法 如果神是講的那麼重要 他應該要講明婚姻 但是我說你看下文 二和不宜有什麼相交呢 如果一個人結婚 他一定是跟他相交的 一個不信的和一個不信的 怎麼可以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一個是在黑暗之中 怎麼可以相通呢 還有另一個經文就是 如果一個婦人 她的丈夫死了 她可以再嫁 只是要嫁者在主裡的人 這裡很清楚講到 嫁者在主裡的人 但是這個人聽完之後 他就在旅行那裡 他看到我都不理我 因為他有堅持一個觀念 他堅持這個經文 不是說基督徒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結婚 但是很重要的是說 其實他是黑暗的 他不走在神的路 他怎麼可能相通呢 所以不要用戀愛來帶人信耶穌 如果你想帶一個人信耶穌 他是異性的話 你找他的同性去帶他 你帶他回來 你就交給另一個人 進入戀愛就很容易失去理性 很多人都是 我見過那個時候我們的教友 他有一個女生帶回來教堂 每個人都告訴他 那個女生很無禮貌 是跟人相處很有問題 告訴他你不要跟他拍拖 他說如果我不跟他拍拖 他說要死 然後我們勸他 他說他死不是你的責任 有些人是用這個方法去要脅人的時候 你跟他結婚你以後 可能你想死 你很淒涼 不過 我後來離開了那個教會 回到香港 我都是聽到他幾年之後才離開他 幾年之後 都是 吊著 因為 人在戀愛之中 是很難 說不 是很好的 所以這一點希望大家自己留意 還有你幫助青年少年 都是幫助他們 知道 一戀愛之後是失去理智的 還有口認信主未必是真信主 有些人說是信的 所以未必是 不信的人是很難處理生命的 雙方 即是他很難和你有好的溝通 雙方跟從神才能夠活出神的旨意 因為戀愛是基督徒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我在特別 講到神的計劃的時候 講出這個部分呢 雙方都愛神的時候 兩個人同心合意 就能夠被神使用 而男女的分別 我下一個課程會講得更詳細 下一個課程會講到婚姻和婚姻輔導 周牧師已經邀請了我講的 在這裏我們講一點 那男女的分別呢 這裏是男性 這裏是男人 這裏是女性 那男人是甚麼呢 喜歡投入 喜歡的運動 活動 即是男性是喜歡活動的 而女性呢 是投入家庭關係 或者人際關係 男性是不喜歡講感受 多數 女性呢 是不套不快 有感覺呢 如果不講 就好像壓力煲那樣的 鞠躬著不留不講的 男性通常需要學習 才懂得去愛 和關心 和聆聽的 但是呢 女性來說 通常來說 是她願意付出愛 就想得到愛 就是女性呢 比較容易關心人 關心她的需要 但是男性呢 通常會大情大勝一些的 就是沒有那麼關心的 她可以學到 不過天生呢 她是比較沒有那麼 留意那些人的需要 還有呢 她會忘記家庭的責任 而女性呢 對家庭的責任 那個感覺是很強的 所以呢 在家裏有時 甚至有些人的那個爸爸 連個子女讀甚麼書 都不知道 不記得 會叫錯子女的名字 但是呢 女性呢 那個媽媽呢 那個小孩子有些甚麼 她馬上知道的 有一次我在街上 有個男生和媽媽在一起 她媽媽說 你是不是很急啊 是呀 她媽媽會留意到 她會留意每一個細節 男性很怕聽到鑽唆 而女性容易鑽唆 當她得不到的時候 好了 那你知道這樣的時候 有甚麼呢 所以 男性是應該要學習 去關心溝通 聆聽 但是很多男性 是沒有這個心的 所以呢 但是呢 那些呢 那些呢 那些女性 怎樣跟別人溝通 怎樣聆聽 那她才能夠成為一個好的丈夫 因為很多男性呢 其實我見過很多 都是 多數都是女性 那些女性 那些女性 會很長氣 一次她不聽 她會說三次 接著說五次 那她越說 她就越走 那些方法呢 就是女性就要學去 引導她 給她知道 你這樣說話 我很喜歡 你聽我說話 我很歡喜 即是在戀愛的時候 已經開始是這樣 那男性就會有滿足感 即是說這樣的時候 你就喜歡聽 而且女性 當有些不滿意的時候 發猛症呢 是只會令到她離開 但是呢 當她去引導她 告訴她 就大家可以有更好的溝通 這些我們將來再詳細說 就是我們尋求神的心意 都明白男女的分別 為什麼很多人呢 戀愛的時候 很心急想結婚 因為呢 那男的想找一個太太 而事實上呢 男性來說 很體重是性的關係 是很多男性的事實來的 那女性呢 是很想能夠有個歸宿 有人照顧她 或者未必要照顧她 大家總之 總之有個丈夫 有個人跟她在一起 那變成大家都很想能夠結婚 但結婚之後 發覺呢 原來大家溝通不了 大家沒有愛的時候 就會很辛苦 不理性追求戀愛和婚姻 有些人因為孤單 或者情緒問題 就想拍拖結婚 但呢 有一點很重要的 戀愛不是醫治的方法 在戀愛之中 是會更多痛苦的 就算很好的戀愛和婚姻 都會有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男性一定會學很多事情 要學原來 怎樣回應她的感受 怎樣關心她的感受 當不關心的時候 女性就會不開心 會不喜歡 會發脾氣 所以男性就會辛苦 好了 女性又辛苦 為什麼溝通這麼難呢 女性又辛苦 所以兩個都會有痛苦 在過程中 並不是醫治情緒的方法 所以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想法 因為戀愛會解決問題 就沒有尋求神的心意 也沒有觀察對方的問題 覺得結婚會好些 結婚會對我好些 這個不是真的 結婚之前不好 結婚之後都不會好 也不理性追求戀愛和婚姻 有些人明知對方不好 真的有些很明知的 但依然是跟她在一起 為什麼呢 很多原因 因為人有這個感情 就很失理智的 那時候呢 有一個姊妹找我 她說 請我去輔導她的侄女 那個侄女 就跟教會裡面 一個男生 就拍拖 而這個男生是怎樣的呢 她曾經有幾個女朋友 個個都有性關係 她在教會呢 牧師又給她侍奉 那我就 好了 我知道這些資料 我跟那個女生聊天 那個女生呢 她知道 不過她總是不行動 結果呢 她們兩個 就是 總之一齊 我相信 都沒多久 一定是有性關係的 結果怎樣 我不知道 而那個姊妹 想跟這個侄女 溝通 那個侄女 都不想跟她溝通 所以 看得到 人在感情裡面 真的失了理智 以後她就會很幸福呢 其實她會發現 沒多久 這個男生又會喜歡另一個女生 其實她會有無窮的痛苦 在她的生命之中 所以 希望大家 和你幫助的人 都告訴她 婚姻 並不會帶給你永遠的幸福 除非你兩個人 都是愛主 和彼此相愛 如果不是 是很難有真正的幸福 明白 神預備的配偶才是最好的 最適合你的 在神裡面追求 安全感 不是對方 有些人 總是依賴對方得到安全感 總之經常都要黏著 這個也是 女性 因為神比女性 是很強烈的愛 也很需要愛 所以女性 就會黏著男性 比較緊一點 你昨天去哪裡 為何不找我 為何你沒有傳訊息給我 就會有很多這些動作 那男的就覺得 哇 拍拖是這樣的嗎 我走開一陣子都不行 我有些什麼都不可以做 就會很快 有一種抗衡 而女性可以跟她溝通 其實一個男性 放下她的習慣 因為女性的緣故 是不容易的 譬如她喜歡打球 你想她少打球 跟你一起 是很難的 這是需要大家溝通 怎樣去建立關係 所以這個安全感 就算結婚 都不是放在對方身上 你放在對方身上 對方就覺得 哇 拖得我很緊 我完全好像做不到我想做的事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接受 只是接受 神所安排的配偶 而欣賞我 神安排的配偶 都不是一定好的 一定是 互相欣賞 建立才行 好了 那怎樣確定神的帶領呢 就是神是會跟我們說話的 我的羊 聽我的聲音 我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但是我們需要分辨神的聲音 人自己的聲音 和魔鬼的聲音 我們三種聲音都會收到 就算是愛主基督徒 怎麼會收到魔鬼的聲音呢 彼得也曾經 耶穌說 撒但退我後面去吧 任何一個愛主基督徒 有時都會 哇 那人真是壞 我真的生氣他 都會彈這些意念出來 有些意念 有些不好的意念 對於一些人不好的意念 總會有機會彈出來的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不是 好像金光罩罩著我們 有耶穌 我們就什麼不好的意念都沒有 其實我們一樣會有的 問題就是 我們一有這個意念的時候 立即處理這個 就是德性的方法 而我們越留意神的聲音 和聽 遵從神的聲音 我就越收得更多 我很多時候 我站在一圖 神就給我一些意念 怎麼教導 其實在輕鬆德性裡面 都有很多人回應我 他說 裡面有很多很實際的教導 很實際怎麼處理 我就告訴他們 很多時候就是神 教我的 我就將祂教我的方法寫出來 有很多這些方法 但是我以前 我還記得我初期做牧師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有一個女的同工 她說了很實際的訊息 即是實際生活的訊息 我一說就是講聖經 有些教育跟我反應 她說 另一個女同工 很多時候說她生活的東西 你一說就是講聖經 就很少生活的東西 即是我的本性 當我一聽到聖經 我就聽完話 那我就 就照著神的話去做 我自己一動一聲 就去到那個位置 但是我就想不到 怎樣去幫那些人 怎樣實際呢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 神一直教我 尤其是聖年充滿之後 就教我 怎樣一步步處理 清理垃圾 就是我都曾經講過 就是 有一次我打電話 分享關於聖年充滿 有個人就發怒 好 那後來呢 神就提我 去處理 處理了 他都不肯放手的時候 神就提我 放手 不要緊要 你處理了就可以了 那這些都是神教 我就開始以後 我就 多去處理我的 內心裏面的 意念 聖年會帶領我們 就是 就算受迫白的時候 聖年會指教我們 當說的話 那這裡呢 又看到神的本性 他認為什麼呢 神是無所不在 神掌管一切的迫白 一切都是他手中 他不是叫人迫白我們 神在這個迫白之中 他會掌權 神會陪著我們 他會跟我們說話 他會帶領我們 他一定會保守他的兒女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信心 總之我聽神的話 所以我不怕迫白 甚至我說神 我不介意受嚴厲的迫白 叫我能夠榮耀神 目的是榮耀神 因為我也很想經歷 在受迫白的時候 如何聖年帶領我 而我深信 神會的時候 祂會給我額外的恩典和力量 讓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會想回 神啊 我感謝祢 讓我經歷過這個迫白 我能夠在這個過程中 依靠祢是最好的 這是我預備定的 當然 到了真是迫白 拿著把刀 要威脅祢 要折磨的時候 這個真的 在當時我真的說 神啊 神啊 我與祢同在 祢幫我 祢帶領我怎麼做 我知道 在那個情況 都是不容易的 因為其實我很多事情都看的 我認識不同的事情 我認識恐怖活動 我看有些影片關於terrorism 我知道他們用的方法 那些殘忍 我是知道 我不是不知道的 我知道那些 就是 有些他們用的方法 是非常殘忍 但是我說神啊 祢在他們中間有工作 祢想我怎麼榮耀祢 我就會聽你的話 還有這裡看到 神的帶領我們 是非常奇妙的 差多久 聖靈來到 叫我們為罪為二位審判 自己集備自己 因為聖靈 祂是 神是很 即祂有了計劃 祂會在我們心裏帶領我們 我們聽祂說 祂就會帶我們進入 神的完美計劃 祂會帶領我們 祂會感動我們 祂會和我們一起 所以這個經文給我們有信心 神會和我一起 神會帶領我 神會和我說話 我不用怕的 其實我們想回 我們幾多次不聽神的話 大家有沒有想到 我想到很多次我不聽神的話 我現在盡快聽神的話 但是我曾經很多次不聽神的話 這些過程我都看到 我不聽神的話 神依然是可信的 我們忠然是失信 祂認是可信的 因為祂不能背負自己 祂必然是繼續祝福我們的 這個經文也講到神的掌權 《義賽書》四十六章十節 我從起初指明末頭的事 從古事而明未成的事 說我的囚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遇的我必成就 這個經文很特別的 我都講了一點 我發現這個經文的故事 因為我在初信主的時候 我要很肯定知道神是真的 但是當時周圍那些基督徒有時這樣回答我 他說神不用證據 你就是信就可以了 我就覺得 在這個世界很多人是需要證據 想知道肯定是有神 不只是說信 你信吧 人家應該 你信就是教也信 是不是人家說我們就信呢 那時候我還去讀神學院 讀一些課程 散科 我還記得我問那個教授 那個教授很出名的 可能你們有些人都會懂得 幫我不說我的名字出來 我問他 我說 其實神是不是有證據的呢 他的答案令到我很驚訝 他說神是很傲備的 不是說證據的 令到我很驚訝 但我後來聖經看到這句話 他說我從起初言明 指明末頭的事 從古時說明未成的事 說我的酬善必立定 凡我所欺欲的必成就 還有有不同的經文 說到當這些語言應驗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是耶穌華 唯獨我是耶穌華 在我之前之後 都沒有人能夠 好像我能夠說明末後的事 在《爾賽書》有不同的經文 都說到這件事 這個經文告訴我 神是留下證據 什麼證據呢 祂指明末後 即是說明末日會發生的事 從古時而明未發生的事 就說我的酬善 即是祂計劃的 祂計劃的必成就 我所喜悅的必成就 這給我們看到什麼呢 祂的本性 祂是神掌管一切 一切在神的手中 祂說明要發生就會發生 這其實是祂計劃的 罪不是祂計劃 魔鬼不是祂計劃 但是祂會在魔鬼的工作之中 祂會計劃成就偉大的事 所以我們幾大的困難都好 我們知道神一定掌管一切 神一定是凡事能夠祝福我們的 神能夠指明末後的事的語言 神令到那些語言仍然 我的酬善必立定 我必成就 即是祂會成就 祂不只語言 祂是成就 譬如 天理報告可以預測 明天下不下雨 不過明天下不下雨 是與祂無關的 即不是祂令到明天下雨 天理報告的人 他不是令到明天下雨 他只是預測 現在世界上有人會預測 但是沒有人能夠令到祂發生 這一點就是很重要的 沒有人能夠令到祂說的事發生 唯有神能夠祂預言之後 計劃了然後成就出來的 所以這個 我都是會用心去想的 就是留心的那些字眼 立定我的囚算立定 我必成就 即是說神不只是說將來的事 不只是預言 現在世界上有些人會說預言 但是他的預言不代表祂是神 神的預言和其他預言有什麼分別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好像Nostradamus Nostradamus 好像這個名字 中世紀時代有一個人 他預言很多東西 我都沒有詳細去留意 中國有一個劉伯溫 好 問題就是 是否劉伯溫令到這些事發生 他不是 他只是寫出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聖經 是說明這些事會怎樣應驗 神會怎樣成就祂的計劃 所以是神去 祂有個計劃要成就的 就不是說祂預言將來的事 我會慢慢去細心思想 我反覆思想很多很多很多 關於神是否真的留下證據 在以西結書很多次說到 當你原應驗 你就知道我是耶穌華 OK 好 我們今天就停在這裡 不過我們還沒有祈禱的時間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我希望大家知道 原來神的計劃這麼好 這麼完美 祂這麼能夠成就 我就聽了神的話 多少 寺下 全靈 arms 入憲 尉 天 好 天 耶稣我们需要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啊你很爱我们每一个 我们都是很宝贵的 神啊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贵的 耶稣 耶稣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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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大家一路放松的人 一路想着耶稣 爱着我 哈利路亚 在神里面我们可以平稳安静 我的心 平稳安静 好将 端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 平稳安静 全个人安静在神面前 我的心 平稳安静 好将 端过 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 平稳安静 耶稣 我母亲的怀众 耶稣 我母亲的怀众 我母亲的怀众 祂寺 祂是我的母亲 我必不知缺分 他是我陶我再清楚地上 令我再可安欠水面 你试试将所有的重弹放低 耶稣有你真好 耶稣有你真好 因为你会照顾我一切 神你将最好的给我 多谢耶稣 祝福我们的灵 使我能记败你 祝福我们的灵 使我能在你面 让中担舍下 使我能得释放 祝福我们的灵 祝福我们的灵 使我能见败你 祝福我们的灵 使我能在你面 让中担舍下 使我能得释放 祝福我们的灵 主帮我们放下烦恶重担 所有重担都放下了 去享受耶稣 去欢喜耶稣 去喜欢耶稣 你试试 从心灵深处叫出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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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放下重担 从心灵叫出来 耶稣 多谢你 耶稣 多谢你 多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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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雷亚 哈利雷亚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雷亚 你跟主耶稣说 神啊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你充满我的心里 祢 恨求 圣灵融化我心 恨求 圣灵改变我 恨求 圣灵藏我心 恨求 圣灵融化我心 恨求 圣灵改变我 耶稣帮我们轻轻松松充满喜乐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自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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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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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dzi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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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耶稣 耶稣 耶稣 死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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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阿耶稣 多谢天父 阿耶稣 阿耶稣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我们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 大家留意一下,黑闻眼的黑闻眼,留意一下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兴省喜乐 月头入,你叫着叫着,会有些喜乐流出来的,从心底里发出,啊,在心里叫出来,啊,有些人即时会有喜乐出来 从心底里发出,你试试,哈利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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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